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帅主 一个网络主播 我想做到让每个人都满意 所以 一直在努力 下面这段话 送给所有的网络主播 还有玩网络的朋友们 主播 在很多人眼中 都特别的高大上 有粉丝的追捧 有土豪的支持 其实 主播真的没有你们所 看到的那么高大上 主播 每天我在家里面 学习粉丝喜欢听的歌曲 很爱说唱 很少出门 几乎是每天见不到太阳 主播 每天在直播上不停的说 不停的在闹 而在现实生活当中 却没有在直播上面 那么活跃了 有很多人说 他现在有名了 装高了 其实 他是在直播上面 说了呀 主播 现实生活当中 很少有朋友 因为在吃饭的时间段 还有抛球 八号时间段 我们都在努力的直播上 所以慢慢的朋友 怕打扰我们 联系少了 关系 也就慢慢疏远了 你们永远看到的都是我们 光鲜亮丽的外表 却没有看到我们背后所浮出的汗水 熬夜熬到双眼通红 是为了找一些你们喜欢听的音乐 为了给你们喊一首麦 也许可以学个几十次 几百次 为了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开心和快乐 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我们 也时时刻刻抱着手机 找一些搞笑的语言 搞笑的段子 你们 可以无聊了 看看直播 打发打发时间 不想看了可以立马关掉 而我们 必须得播到和粉丝约好的那个时间段 才可以休息自己疲惫的身体 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 每天对着电脑 又唱又跳 在一些不懂网络人们的眼中 我们就是一个疯子 我们在痛苦中快乐着 很少有人能够懂我们 但是我们依然坚持着 最初的那份信念 一份对音乐的信念 在网络上 也有真正的感情 有能让你爱到无法自拔的人 也有让你感到厌恶的人 但是 你要记得你曾经支持过的主播 记得他 曾经带给你的那份快乐 不管多久都不要忘记 因为你在别人身上 再也无法找到 他给你的感觉 时光流逝 曾经每天看他直播的你 慢慢有了现实的生活 时间少了 对他的关注也少了 多年以后的他们 嗓子哑了 眼睛静湿了 耳朵也听不清楚了 背也脱了 腰咬弯了 他们付出了青春 付出了身体 可是多年以后的你们 是否还会记得 曾经每天带给你 开心和快乐的那个他 还有曾经在网络上的那个家 这段话 送给网络上的每位朋友们 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天 珍惜每一份快乐 珍惜那个带给你 快乐的网络上的他 要知道他 好 好 好 我来 太太 了 我 eding 这个 ayı ести WOMAN 敢 ожно 这 又 好 你 イ pora